接下来出场的这一位小伙 他说了 之前在咱们的舞台上 有过一个正书歌 对吧 对呀 他说他比他还厉害 人家是奖牌歌 呦 来 掌声有请 奖牌歌 全程热烈 东北野儿 就是吧 大家好 我叫王彪 今年25岁 来自吉林松原 现居长春 我的爱情宣言是 东北小伙男芳心 娇弟弟的姑娘 真可心 来看看场上是六个姑娘 对谁感觉最好 选一中人 好 来看一下小伙 第一个东西 我目测到快乐的隐藏 是有八个轮子的距离 感受刺激与速度 锻炼胆量和体能 我是王彪 大家也可以叫我阿彪 今年25岁 老家是松原长领的 现居长春 在轮滑的过程中 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和荣誉 我玩轮滑14年了 也曾是湖北省省队自由式轮滑的一员 听说全程热恋有一个正书歌 那我今天就是当之无愧的奖牌歌 这个是07年英国举行的 Shod Shark一个短道速滑比赛 当时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这个是中国举办的11届运动会 当时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这个是国家体育局颁发的全国体育竞赛 当时也是500米短道速滑 取得了一个第一的好成绩 像这些大大小小的奖牌呢 都是我玩轮滑这么多年 取得的一个荣誉 而如今我已经把轮滑 做成了我的事业 现在是一名轮滑俱乐部的店长 大学我是在南方读的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我生活中有一部分习惯 很像南方人 不像东北人 比如说从小到大 我都不爱吃炖菜 什么酸菜啊 猪肉炖粉条 我都不吃 吃不惯 我现在的生活还是很规律的 不喝酒 不去夜店 也不点外卖 尤其是这个外卖 我感觉它不干净 也对身体不好 我是绝对不会吃的 我现在事业收入比较稳定 然后车房也都制备齐全了 我今天来 就不想带着缘分天使走 如果台上有喜欢的女孩 就为我留灯吧 你好 小哥哥 我特别好奇一个问题 你说我就是特别喜欢吃麻辣烫 如果咱俩出去一下的话 你能陪我吃吗 不能 我以为会有点青伤的小哥都会说 没事我可以陪你一起吃 我觉得你这是不懂享受生活 对 我感觉的享受生活是指的什么 我在前进大街的两边 所有的店我都有会员 我们去吃 我会指定哪家店去吃 因为我知道它比较干净 麻辣烫这个东西 包括我家里的人他也不吃 因为确实不干净 那你生活那么规律 不去夜店 然后不喝酒等等 我觉得你像活的像52似的 因为我13年我仅仅坚持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的轮滑也是我的热爱 但是我属实是觉得你的生活除了轮滑 没有任何色彩 人这就活一辈子要有点丰富的内容 然后去过不一样的日子 我这个问题我完全的可以接受 就是人生活没必要去那样对吧 及时行乐该享受享受 但是你所享受的东西 一定要是有高度的东西 并不是那些平平常常蹦滴啊 跳舞啊那种不浅谢谢 谁告诉你吃麻辣烫蹦滴就是不浅的 我个人接受不了 你觉得到夜店呢去蹦滴啊 你觉得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属于低端的一个玩法吧 差不多 因为我到了一个地方 或者见了一个人 我总想去跟他学点东西 包括我每天上课也是一样的 就是每个人 我们队里边有两个国家教练 国家级的教练 他呢上课之后 我会做课档笔记 优点缺点我都会列出来 是这种的 我都想到一个地方去学习东西 但是到夜店以后呢 我发现我并学习不了什么 然后我就比较反感那个地方 25岁 我真挺惊讶的 25岁的小伙 就开始如此有规律的 开始为自己的人生做规划 而且他是一个学习型的一个男孩子 他做任何的事情 我都希望能够在对方 或在这件事情当中 我学到一些东西 我很欣赏 我真的很欣赏 那就是说我们同样来想 你去夜店你能学会什么呢 我怎么说 就是每个人 用每个人的生活方式 可能觉得我 我觉得我自己 偶尔我去夜店蹦一次低压 或者怎么样 那只是我解压的一种生活方式 对 我只想说就是可以不赞同 但是不能诋毁 而且我真的为你借不了麻辣烫 嗯